不然其他国家的司法单位没有理由配合你 那么而且我觉得也是就像有些单位所讲的说 的确台湾特征组换了检查总长以后 对这个事情是有帮助的 检查总长的确因为有些资料我不提供给你 你没有办法判断 你不是说你听到报纸上怎么报道 新闻怎么报道我就具于起诉 这没有办法这么做 因为你要有实际的证据 而且这证据是在美国的法律上 是可以起诉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贪官污吏跑到这里来 你怎么不把他赶走 美国没有这个法律的话 你不能这么做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从那个国家来的这个事实资料 是不是可以当作一个证据 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证据 这个时候就要对方的配合 才可以拿到这些东西 然后美国可以查证 然后可以根据美国法律来起诉 假如这些贪官污吏 他们就不像这个陈顺北一样 是把钱转了又转转了又转才过来的 他直接就是全都汇到我的子女手上 我给我子女的钱 这是很正常的钱 对他来讲 你第一个没有办法证明在 你那个国家是辉法的钱 那么你进来的时候是直接进来的 那没有什么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时候 美国根据美国的法律 他不能说你贪污 他有没有贪污是在那个国家的事情 美国没有这个管辖权 但是你这个行为到这里以后 他很有管辖权 所以他要看 有没有洗钱 这是一个管辖的问题 这个钱来源是不是不划的 那就要对方的合作 所以这是两回事 我们不能把两个国家的司法 或者法律行为放在一起 而是分开来看 因为美国只对自己的国家的司法管辖权 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决策 有关于这个台美之间这个特征组跟美国司法部的司法互助 甚至是可能的美中两国的司法 在反贪腐上面行动的合作 我们稍后再邀请台北演播室 中网新闻网跟我们的来宾 继续来展开讨论 不过想想暂时先回到扁岸本身 请教蔡德兰会长 这个美国这项行动出招之后 对于扁岸会有什么影响 有人认为说会让这个侦查的过程 会让扁家在海外 尤其在美国更多的资金曝光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正确来讲 是应该不太有影响 但是难免因为这个事情在台湾引起很大的震撼 那么对法官也好 对一般的民众也好 也会有点影响 但是事实上来讲 正确来讲是一定是有影响 只是说影响有多少 最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美国的法官法院 就是在征讯对方的律师的时候 他愿意提供多少资料出来 尤其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挖出更多的东西来 因为相关的情况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出来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出更多东西 但我们现在因为不晓得美国到底掌握了多少 手上掌握了多少 私底下还掌握了多少证据 所以要看现场的情况才会了解 当然我相信是一定会有影响 我们现在在 好打断一下 我们现在在镜头上面看到的画面 刚才播放的画面是 有一些绿营人士在这个监牢外面 就是希望能够立即释放陈水扁 还有一些绿营人士在支持陈水扁 看来是这样子 不过也透过这样的画面 我们忽然想到 其实陈水扁在牢里面积压已经很久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积压了这么久 可是扁案的舍利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究竟背后的癥结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台北的司法单位 认为陈水扁就是不合作 你查到哪里 他认到哪里 你不查 他不认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 一般的司法单位的主法 就是把你压在那里 你就才会做什么 就是说 你想要出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 我这个速审速决 其实全台湾人都希望速审速决 可是你陈水扁不合作的情况下 他很多东西查不清楚 他没有办法放你 尤其是把你放出来以后 你还会捣蛋 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所以他只好一段一段来 那么其他刚才讲了说 这个对台湾有什么印象 我想最主要是 对某一些中间的人 或者不相信台湾司法的人 这个时候也必须要相信 因为美国认为说 他就是贪污 他就是收贿 因为这个元大证券 把这两亿台币给 陈水扁给吴苏 这情况在台湾还在吵 到底是不是一个收贿 对不对 可是在美国就是很简单 你对这个政府当局 行使影响力就是收贿 那你这个钱从台湾直接到这里来 经过这么多很复杂的手法 就是洗钱 美国就很单纯的告诉你 就是这样的动作就是收贿 这样的动作就是洗钱 完了 没有像台湾这个 就是到底是蓝的绿的什么 扯的半天 很简单的 事实简单 那么这个对在台湾 使命支持陈水扁的 或者是使命支持台度的 的确是有些影响 因为的确是做错了事情 好的 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听众观众 有什么样的意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您现在所收听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为你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美国没收陈水扁房产 以及美中台政府的反贪腐行动 现场在华盛顿 为你请到的嘉宾是美华协会 大华府分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 当然稍后我们跟台湾连线之后 也会邀请台湾的来宾昆山科技大学的 武汉武教授也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么海峡男的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下面就是您参与今天节目 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请您先拨 00801 102 880 然后再拨 866 837 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 10 8888 再拨打 866 837 5161 除了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长途电话之外呢 您现在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请留意电邮的地址 听法是 usxinwenat gmail.com 好的 那刚才现在我们已经跟 台湾的中广新闻网 恢复连线了 我们想透过电话连线 请教在台北的来宾 昏山科技大学的 武汉武教授 想先请教您的是 美国司法部的这项行动 我们刚才在华盛镇讨论过了 这个行动在台湾各界 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 在政界是不是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呢 武教授 那当然美国在司法部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讼之后 那么首先是对于 贬家所带来的一个震撼 那么基本上这个贬家 是对这个事情不可自信 尤其是这个事情 从这边听到了之后 对这个事情觉得 美国是不是行动得太快了 因为台湾这边还没有 到三省定念的阶段 也没有办法确定 它的那个资金来源 到底是不是犯罪所得 那为什么美国司法部 就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当然在绿营来讲 这个身为变成支持者 对这件事情大体上是保持低调的 因为不予评论 那么因为这个美国在这方面 所做的一个这个行动呢 显示出它是一个就是认定 这边是一个贪图的一个事实 那么当然在蓝营上面 对这个事情当然是觉得 美国做得很好 那么但是希望这个美国 还有我们的这个特征组 能够再加把劲 在这个美国还有这个 这边的这些步伐的 这个资金流动 那么目前还有这个 出走在这个美国的 这个黄方燕 这个变加的代理人 在那边还继续逍遥法外 所以希望能够 是不是连这个事情 都一起做一并的处理 那么所以整体上来看 如果对国内所有对点案 这个这个这个注意的人 看起来这个事情 都是持正面的看法 好的谢谢武汉武教授 我们线上已经有好多 听众观众朋友了 我们想先接听通电话 再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我们首先先接近台湾的听众 请台北的陈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好您好 那个首先这个事情 要简单分两个层面来讲 就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的确就像华府主持 DC不是DC来宾讲的 那个美国政府基本上 是的确有权做这样的处置 而且跟台湾的司法 喂有听到 就跟台湾的司法审判的 那个与否 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那第二点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 要办司法的 不是政治的贪腐的话 应该是蓝绿的标准 应该一致这样才对的 不能说只办绿的 那对蓝的方面的 那个贪腐的事情 就低调处理 甚至要有些小把掩盖掉 那就像这现在总统 马英九 其实当总统前后 也有一些案子 那个棵大一片